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二晚繼續開始 看今天港股表現 無論是科子、恆子都是大幅回落的 昨晚美國下跌帶動港股今天低開 恆子低開309點 開市位28287點 也是全日的最高位 之後跌幅進一步擴大 上午最低就見到27911點 最多曾經跌過685點 收市勉強收回2800樓 上收28014 跌582點 跌幅超過2% 成交多了 今天成交去1887億 而科子今天最高就見到7673點 最低7533點 收市報7650點 跌了236點 跌幅是接近3% 想問Ivan今天呢 看到恆子一度跌穿這個28000 那麼紫綜牛洪政方面那個資金流有什麼看到呢? 是啊 大市一度跌穿過28000 收市就遣守著這個水平 不過大市今天全球的走勢都比較差的 而且在跌市情況下的話 今天成交就是比之前一段橫行的時間的話增加了 短期如果說美股繼續有一個調整的話 都要留意恆子會不會在後市考驗27500或者以下的水平 暫時看到市場上又未知非常之恐慌的 如果說看好的話 覺得稍後有反彈的話 留意著一些技術支持位 是不是有足夠的承接力 今天如果你說對資金流方面來說 投資者仍然都是比較看好的 收回價就介乎於27400到27700這個區域的牛證 都仍然都比較多的資金就持倉過市 另外市場上面最貼價的紅證的話 你也都看到有些擔憂就是做一些活馬的動作的 嗯 我們看到恆子就之前四年 四線回序呢 今天就跌穿 有個明顯的向下突破 如果接下來看指數會下市27500 選擇紅的收回價的紅證呢? 是啊 其實大市就跌得比較急了 所以你說要在場內選到很貼價的紅證 選擇也都不是太多 暫時如果你說在場內最貼價的紅證 收回價就介乎於28400到28500這個區域 跟恆子現價都有四百多點的距離 如果你說真的是大市 還有一步下跌的 暫時沒有辦法可能都要穩住這一批的紅證 就做著這個活馬的動作先了 嗯 那這陣子跌得多的美團呢 今天都繼續是下行啦 昨天他見到股價已經跌穿了250天線了 今天進一步是下市低位見到240元 收市就報249元 跌了這個超過5%的 美團今天的卵證方面見到資金 多不多有資金入市入場搏反彈呢 是啊 美團的話 今天見到比較多的資金開始入場去搏反彈了 因為先前其實見到美團方面的股價 就是一下子跌得比較急 看到好有方面來說都有一些躁忌 就是昨天來說那個資金流入量 反而就不是說太大 但是今天去到繼續下跌的話 特別跌穿了250元以後 明顯地見到就多了資金入場去搏美團的反彈 看回正股的日中 其實高低位都可以看到這方面的情況 一度見到美團的股價 下跌到240元 但是低位都暫時看到承接 下週雖然大市都是日中的低位收市 但是它的股價都可以在240元 反彈上去249元這些位去收市 看到那些博反彈的資金 如果是選美團牛政 多數的收回價水平在什麼水平呢? 是啊 如果你說看到一些博反彈的資金的話 牛政其實大家都開始都要選遠一點的收回價 因為昨天你看到美團是下跌的話 有些投資者都可能會選一些大概250元收回價附近的那些牛政 但是今天繼續下跌呢 其實看到呢 資金已經就再向下 再選一些可能譬如說去到230元 220元這些收回價的牛政 短期跌得比較急的話 都開始看到牛政方面的資金其實都有一些收斂 有些投資者就寧願就選一些貨幣以免避那個收回風險先的吧 另外騰訊今天都跟隨大致下跌 不過那個低位來講 它今天最低就見過566元半 收市584元半 收市價仍然是站在250天線以上的 它的250天線就在570元的位置 那今天它的卵證的資金流做很多還是做淡多呢? 是啊 今天其實繼續都有些資金 就入場去買這個騰訊的營透證的 那見到資金 我想繼續留意一下騰訊 主要就是昨天來講 美團的那個下跌 大家都是有一個原因可以解讀到 但是騰訊的下跌的話 比較大的原因是 因為納指方面的調整就拖累了整體科技股的表現 但是有部份的資金可能 預期納指可能短期有機會反彈 就寧願去將資金投放下去 一個可能跟外科技股的相關程度比較高的騰訊 還有作為這個波子的比較權重的股份的話 市場也都憧憬內地的一些追蹤波子的ETF 在今個星期陸續上市的時候 有機會就有些資金就入場去留意一下騰訊的 另外阿里巴巴今天就看到 是再試上去年12月的低位和輕輕跌穿的 去年12月28日的低位就是207.2 今天最低看到207元收就收207.6 可不可以在207元這裡做到一個雙底 但是如果站不穩207元可能都進一步要下市 200元這個整數翻口了 它的卵證方面的資金流今天又有什麼提到呢? 是啊 中概股其實都不是說今天突然間是走弱的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美國上市那邊的中概股的話 其實有不少的一些方向股其實都是跌不跌多一天的 今天就9988的時候的話都跌穿了這個220元之後的走勢就接受弱了 今天也都是以日中的低位收市 留意一下就是今晚美股方面的走勢 如果美股那個跌勢未至於一個急速的下跌的話 留意一下在200元附近這些關係的水位的話 會不會有一個短線的技術反彈可以出現 資金流方面來講 今天在阿里巴巴的政市場上相對比較審慎一些的 未見到有太多的開倉的部署 但是同樣地來講 也都暫時見不到太多的資金追僱的 不過就在阿里巴巴來講 大家又可以參考200元這個關口的支持力度 另外百度我們本來算它那個量度的下跌目標就是180元 今天你竟然就跌穿了最低還要落到170.06元 收就收176.06元 那些卵證的資金流有什麼提到呢? 是啊 其實百度方面的股價連跌多一天 我們之前也提過 其實它的RSI方面已經跌到一個很低的水平 但是無奈繼續受制美國方面的大環境 如果說後低想做部署的朋友的話 暫時都是要退守一些 行使價比較低一點的那些營購證上面 那幾隻的股份 比如阿里巴巴剛才講的大概200元的水平 百度也都正如師傅所說的話 其實都跌到一個量度跌幅附近以下的水平 我們看看短期後市如果是牛爲方面的市場 轉定這些股份 可不可以率先有些反彈 嗯 今天看到資源 近期強勢的資源股 今天都出現回套的 好像光銅一樣 今天都跌回了7.7% 收市報21元 買賣這些近期都升幅不少的資源股的衍生產品 我們有什麼需要留意的呢 是啊 如果你說買賣這些 可能近期升了不少的一些資源股的話 可能那個注碼上面可能要控制 因為預期後市的波幅都大的 但是你說資源股來講 我想另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現階段我想大家要看一看 剛剛那一次的季跡 哪些資源股其實真是交到功課 哪些資源股真是有機會受惠近期的金屬價格的升浪 因為前幾天每隻資源股雞犬皆升的時候的話 其實有些投資者可能都未必很仔細去看資源股的業務 或者究竟過去幾個月的時候 營運的情況是怎樣就買下去了 但是當那個大市的氣氛逆轉的時候的話 集中留意一些可能軌跡表現比較好 還有那個營運方面都是繼續受惠近期的高金屬價格的股份 就相對那個直播率會高一些了 好 說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回來第二節的時間 師傅 第一節的時候我們都講過了 就是今天的大市欠收兩萬八 都比較多的資金繼續肯入場去搏後市反彈的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如果美股方面那個的下跌 是開始做一步擴大的時候的話 都不排除恒指有機會要再試27500這個水平 但是如果說今晚美股的時候的跌幅不是說太大的話 留意恒指連跌多預先跌先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機會有一個技術反彈 看好恒指可以是有技術反彈的話 可以留意牛證選擇有隻52099 52099這隻恒指牛證收回價27500點 一萬對一的牛證 槓桿比率有超過60倍 遠一點收回價的恒指牛證就有隻50278 收回價就是27350點 一萬對一的一隻恒指的牛證 這隻牛證的槓桿比率就超過50倍的 淡油方面來說的話 暫時紅證非常貼價的選擇不是太多 因為大市釣得比較急 想換馬的朋友可以留意我們市場內最貼價的紅證 編號就是59521這隻恒指的紅證 59521收回價就是28438點 一萬對一的紅證 槓桿比率34.8倍的 另一隻高些收回價的紅證選擇 59522收回價就是28600點 一萬對一的紅證 槓桿比率就是大概27倍左右 嗯 今天很多科技股都急跌 九天相對強的指數都跌到超賣區了 當然不是代表一見到超賣就會足底回升 如果接下來股價再下行而出現 RSI比如說出現底背池的話 就差不多都可以去留下底 反彈的 美團今天的九天相對強的指數跌到20 最低位就見過240元 他的卵證可以怎麼選呢? 是啊 今天的股價就是穿穿250元 在圖表上來說的時候的話 有一個見底回穩的一個信號出現 但是始終科技股方面來說 都是受制著納子的弱勢 還有美團本身公司也都近期 有一些負面的憂慮 如果說後低想做好的朋友的話 可能要考慮一些短線的部署 call方面如果看好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有一個21317這個美團call 21317行使價302.08元 今年的7月底到期的call 這個call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 有大概是8.7倍左右的21317這個美團call 另外如果說看淡的朋友的時候 可以參考一下淡倉方面的選擇 淡倉方面選擇明天有新上市的紅證 59843、59843收回價288元 明天新上市 剛才講了call 也給牛證大家參考一下 牛證方面可以留意有隻66500 66500這隻美團牛證 收回價230元 公關比率大概是9.8倍的 嗯 騰訊呢 今天曾經下市過250天線 250天線在570元那些位置 但是收市價584.5 都仍然是站在250天線以上的 它的論證又可以怎麼選呢 是的 騰訊其實今天的股價 表現都算是相對強的 有一個針底的情況 因為低見566.5 但是收市收回是584.5 其實接近日中的高位 未來如果大家想後低部署的話 可以先留意這些技術走勢上面 似乎有轉穩跡象的股份 騰訊方面如果看好的朋友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營購正選擇有1.2581這隻騰訊call 1.2581這隻騰訊call 行使價是686.38元 今年7月底到期的值 這隻是一隻高實際槓桿政策 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有13倍左右 另外也可以參考有一些 相對是比較貼價的騰訊call 可以參考有隻20623 20623這隻騰訊call 行使價是625.9元 今年的7月中度期的一隻騰訊認購症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11.9倍 20623這隻騰訊call 另外給牛紅症方面的產品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騰訊的牛症可以留意的選擇 今天看到股價其實都是低限566元 但是如果說股價減於反彈上去 580元的樓上可以考慮一些收回價 可能是放在大概550元或以下的一些 牛症的選擇 首先可以參考一隻收回價 放在550元的牛症 編號66540這隻騰訊牛 66540這隻騰訊牛 提供到的槓桿比率大概有14.3倍 至於看淡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明天新上市的紅症 59860 59860這隻騰訊紅 收回價就是612元 阿里巴巴今天就輕輕跌穿了 去年12月28號的低位 207.2最低就見到207元 看接下來可不可以在207元那裡 營造個箱底 它的卵證又可以怎麼選呢? 阿里巴巴的話 看到股價就再度下行 剛才第一節也提過 200元邊都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固自然如果說不需要下少200元的 好像剛才師傅所說的話 在207元的水平做到箱底 技術走勢就會比較好些 但是我們先作一個悲觀的假設 如果真的去到200元的話 可以怎樣呢?可以留意介紹 考慮一下是不是用一些認購證 做一個短性的保護處 看好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1082這隻阿里巴巴 行使價是239.08元 今年8月底到期 這個症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 大概是8.6倍左右的 另外也可以參考一下 牛紅症方面的選擇 牛症的選擇 也可以參考一些 擺放200元以下收回的牛症 當中有一隻63242 63242這隻阿里牛症 收回價188.88 槓桿比率8.8倍 看淡的紅症有54942 收回價30.1倍 光銅今天的股價都出現 出現煤套的跌回7.7% 不過收市價和最低位都仍然 站在10天線以上 它的10天線現在就在大概20.02的位置 它的卵證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的 昨天就是漸家突破了 但是今天無奈遇到 逆風 那就看到股價有回通 不過暫時還是站在10天線 還有做未奪穿短期的上升通道的支持 如果說在10天線現在就在20.01 所以普光比率有大概3.7倍 當大市可能走弱的時候 大家可以在這段時間 考慮多一些比較協價 或者在年期上 不要說太短身的一些卵證 嗯嗯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剛剛提到股份 Ivan 你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我也沒有的 明晚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